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在这一集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如何试图拉拢美国的盟友 以抵御川普即将到来的保护主义政策 随着中国经济面临美国高达60%关税的威胁 北京已经展开了一场全新的外交攻势 透过关税削减和投资优惠 企图分化美国的传统合作伙伴 不过中国的这一策略并非没有挑战 欧盟和亚洲的盟友们对中国的立场越来越强硬 并对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感到不满 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虽然旨在促进外国投资 但是否能赢得欧洲和亚洲的信任 尚待观察 习近平的政府希望利用这个机会 推动与美国的对话 同时试图争取更多的市场准入 然而 在面对川普的敌对言辞和贸易威胁时 中国的策略能否成功 无疑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来自于华尔街日报 由记者魏玲玲和金麦克雷尔撰写 文章讨论了中国在面对美国潜在贸易威胁时 如何采取策略性措施以拉拢美国的盟友 从而为自己的经济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 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他在竞选期间威胁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特朗普计划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 这一决定可能严重打击中国依赖制造业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 因此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寻找应对方案 试图通过吸引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来抵消潜在的经济损失 据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领导层正在考虑一揽子计划 包括削减关税提供签证豁免 增加中国投资以及其他激励措施 以吸引美国的合作伙伴 这些措施旨在与这些国家建立更密切的经济联系 同时也为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筹码 然而这一战略实施起来并不简单 近年来欧盟对中国的态度日趋强硬 尤其是对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支持俄罗斯的立场感到不满 欧盟认为乌克兰的局势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安全 此外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如日本韩国和菲律宾 对中国这一邻国也持有越来越警惕的态度 为了推行这一战略 中国已经取消了对来自澳大利亚 新西兰丹麦芬兰和韩国等约二十几个国家游客的签证要求 但是并未要求这些国家立即回报 此举被视为中国对其传统经济和外交政策的一种战术转变 称为单边开放 极不要求对方国家立即做出对等的回应 在与西方商界领袖的会面中 中国的经济决策者何立峰表示 中国正在考虑对一些领域进行积极的关税削减 以促进外资流入和与欧洲及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交流 这些领域可能包括电力和电信设备以及海鲜和其他农产品 而具体选择取决于中国所针对的国家 然而 欧洲领导人可能会对中国的提议保持谨慎态度 担心这可能会加剧他们与美国新政府之间的裂痕 长期以来 欧洲官员一直抱怨中国未能履行其先前的贸易承诺 他们也担心增加市场准入可能成为中国公司窃取欧洲技术的掩护 在一次大型贸易博览会上 中国总理李强表示 中国将实施单边开放政策 为外国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机会 该政策表明 中国意识到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挑战 并准备调整其策略以应对未来的对抗 习近平在置信特朗普时既祝贺了他的当选 也暗示新政府不要与中国展开新的经济对抗 他提到 历史告诉我们 何则两利 斗则俱伤 这表明中国希望通过合作来避免潜在的双输局面 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希望利用欧洲和亚洲国家 对特朗普可能重拾敌对言论的担忧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表示 他将鼓励俄罗斯攻击那些未向北约联盟缴纳足够资金的国家 这引发了欧洲的广泛焦虑 中国采取的积极开放策略不仅是为了加大对美国的压力 也希望通过分裂美国的盟友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中国意识到 为了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有必要多元化市场 避免过度依赖美国 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 美中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贸易冲突 严重紧张了双边关系 北京认为 特朗普作为一个不稳定的交易撮合者 可能会加速美国作为唯一世界强国的衰落 从而带来更多的政治和社会混乱 并使拜登的盟友远离 中国在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下 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反击策略 将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从3%提高到12% 尽管如此 中国仍然能够从美国疫情期间的强劲需求中获益 当时美国消费者直接获得了政府的现金补助 而人民币的贬值也使得中国商品在海外更具竞争力 未来 如果特朗普实现其关税承诺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会比第一次任期要严重得多 一些共和党策略师认为 特朗普一旦上任 可能会着手履行其关税承诺 重点关注中国未能完全履行 与华盛顿签署的2020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根据该协议 中国承诺在两年内增加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采购 研究机构龙舟精讯的报告显示 与特朗普政府首次征收关税之前的2017年相比 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0% 全球出口份额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麦格里中国经济学家拉里胡估计 美国如果加征60%的关税 可能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一年内下降两个百分点 这将对以制造业和出口为主要增长动力的中国经济模式 带来巨大挑战 中国贸易官员曾努力争取欧盟放弃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征税 但未果 欧盟今年秋天仍将关税提高至45.3% 为了避免关税 中国向欧盟提出了一系列激励措施 包括可能的新投资和对欧盟商品的关税威胁 中国与布鲁塞尔都表示将继续谈判 试图找到关税的替代方案 欧盟希望中国采取有效措施 遏制低成本产品进入欧洲市场 并希望中国停止对俄罗斯的支持 然而 对于这些要求 中国目前尚未表现出回应的意愿 总体而言 中国在面对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的情况下 采取了新的策略以确保经济不受过多影响 这种策略不仅包括加强与美国盟友的关系 还包括在全球市场中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筹码 在未来的中美贸易关系中 这一策略可能会发挥重要作用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这种政策背后有多个动因 首先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开放政策 通过吸引外国投资 中国获得了必要的资本 技术和管理经验 加快了现代化进程 其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 中国希望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 来推动自身的经济转型升级 从而建立一个更加创新和高效的经济体系 在历史上 中国的开放政策可以追溯到1978年 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政策 这一政策开启了中国 从一个封闭经济体 向开放经济体转变的进程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 中国不断扩大开放领域 尤其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后 开放步伐显著加快 加入WTO不仅帮助中国 融入全球贸易体系 也促使其在国际规则下 不断改革自身的经济制度 近年来 单边开放政策 被视为中国对抗贸易保护主义 和逆全球化潮流的重要战略 通过单边开放 中国向外界传达 其致力于推动自由贸易 和经济全球化的立场 此举不仅有助于吸引更多外资 而且提升了中国 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地位 在具体数据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和最大贸易国之一 截至2023年 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 已达到数万亿美元 涉及领域 包括制造业 服务业 金融业等 此外 中国还设立了多个自贸区 和经济特区 以进一步吸引外资 和促进国际贸易 然而 单边开放政策 也面临挑战 如国内市场 对外资依赖性增加 产业安全问题 以及如何在开放过程中 保护本土企业等 因此 中国在推进开放的同时 也积极推动产业升级 和自主创新 以增强自身经济的内生动力 和全球竞争力 总之 中国实施单边开放政策 为外国企业提供了 进入中国市场的良机 同时也推动了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 和国际化进程 这种政策 不仅反映了 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选择 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 提供了一个开放与发展的样本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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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